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今年過老死 猝死 生病死掉 自殺的事件特別多 尤其前幾天 自殺的事件已經來到死件了 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 每一次我要跟我的会员们开会 每一次我们要去研讨更好的公实制度的时候 我们的警职会员都说 我好累 可是我愿意一起来开这个会 我愿意一起来把这个公实制度弄得更好 我不希望我的学长在倒下 我不希望我的同学在自杀 这边我们的县职员警 甚至有自己的长官 自己的同学都面临到这种自杀 或者是过劳时 或者是不断生病 不断地为时到逆流的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才来这边开这个记者会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人力要补足 我们要拒绝强迫加班 八小时以后的勤务 如果非必要的话 我们远警其实是有权利 我们应该要拒绝加班的 警察曾经厚称七万大群 从91年的六万六千五百个人 降到去年104年结算 有六万一千两百零五个人 但是勤务制度从来就没有改过 不管他人多 他也这样子上 不管他人少 他也这样子上 我们的勤务基准表 从来就没有以八小时为准 来排这个勤务表过 他们都是以十小时 十二小时为准 多的再叫你共体时间 我们加班 有事情发生 再叫你辛苦一下 我们少睡一点 那我们的绩效要求 也从来就没有因为我们的人数 从91年下降到现在下降了 整整五千个人而变低 绩效制度永远只跟随着前一年 或是今年警政署改了 还用前五年的平均来算 只会比之前高 从来没有因为你人力变少 而绩效的要求就降低 那我们协会 依照92年 我们内政部订定的 地方警察机关 原额设置基准算出 地方的警察原额理论上 必须要有八万五千 三百九十一个人 但全国的组织 行政院跟人事总处 他们也说组织必须要缩减 那他们在95年 行政院在95年8月18号的时候 核定全国的警力上限 只可以有七万三千七百二十七人 比我们试算的 就已经少了一万多了 地方的县市机关 更只占了五万八千八百人 这还是他的上限 我们还不是实际的原额 警政署口口声声的说 我们会补人 人会在五年内补满 但是他没有跟大家讲 我们只会依照 他核定的这个数字来补满 欺骗自己只差八千人的缺额 实际上是 我们距离这个上限 只剩八千人 就是我们只能补到这八千人 而不是这八千人 就可以帮助我们 拥有良好的勤修制度 良好的工作条件 所有的集成集材 在集成 勤务集成表上面被思考的 永远都是在加班的前提之下 如何编排勤务 而不是让这些有自我意识 有蹊跷 有家庭 有父母的人 自己选择要不要加班 或者是他真正是因为 他勤务有需要 他临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加班 他的加班全部都只是 日常的巡逻 或者是交证感 在外面只会交通 警政署说 要是你这五天被停休 这五天的超勤 没有成功补修 你可以用四十个小时 折算一支加奖 那我问一下在场的各位警察 你们愿意吗 四十个小时 一支加奖 换你跟家人五天相处的时光 在超勤加班费 设有天花板的状况底下 目前各县市 大概可能比较穷的 是一万二 那比较有钱的像台北 是一万七 不管怎么样 他都还是有 超勤加班费的天花板 如果在有天花板的状况底下 他的勤务制度这么严峻 那勤务的单位 是会愿意让你补修 还是愿意发一张纸给你 关于警察绩效这个部分 除了先不讲长期的 如庆尊或是春安那种 部分的绩效的话 那其实有非常多 零零碎碎大大小小的各种专案 主办局办是分局自己办的那种 各种不可思议的专案 但是这种专案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光讲时间 很多专案是一个礼拜或三天之内就要完成 那请问有什么刑事案件是一个礼拜 我礼拜一发现 然后礼拜日就可以立刻把它移送出去 或者是我今天发现 我后天就可以把它移送出去 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的专案全部都是没有一 我们这种小型的零碎的 只是为了专案的专案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等于说我这个礼拜我做一个统计说 我这个礼拜已送我多少案件 可是对治安没有 对治安没有任何帮助 那请问 这种不断仰赖绩效 不断仰赖绩效制度 仰赖专案制度的 一个工作环境 到底对我们的治安 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吗 我们想要问什么时候可以补足 请长官回答我们 那你直接说 那一般我们描划到109年 我们常态性的警觉缺額会降到差不多2200人左右 所以我们在105年到109年这五年中间 我们会招讯22400名的我们的基层 那什么是 招讯这22400名的警察 到底是补足我们的退休漏洞 还是我们补足我们足够不要加班的请务制度的漏洞 我们会尽量补足我们基层 尽量补足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请务制度不改 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主官 永远只会要求我们的人 撒更多出去 抓更多的绩效 达成更好的评比 我们书里面有要求我们各警察机关就避免要排三班制的那个 怎么可能 对 我们不拆班 我们本来就不要拆班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加班 这部分我们有要求我们各警察机关不能排三班的 对 那你没有要求清楚啊 屏东有啊 我们都连续上班嘛 然后怎么要求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们 那这部分我们会 后我们会来了解 你要怎么了解 对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的绩效到底会不会下降 我们的工时 我们的人力 到底可不可以不要受主管管操纵 我们自己选择加不加班 绩效的部分 设计各业管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们 那所以我们才要来警政所啊 我只听到说你要补人力啊 收下各位的诚情书以后 那我们会请各单位我们来研究一样 然后再进入来 你们要研究到什么时候 我们会接 可不可以回答我们 我们现在发给啊 现场的工作人员 现场来参与会员 把自己的家奖励 全部都贴在门上 那位小姐啊 以及现场的各位群众啊 你们的曾经啊 你们曾经啊 我们以招网啊 你们要人家去资料 放别的行为 否则会设备到维修的行为 我现在用导客的一项 能力要捕捉 如果你们必至来 好 那我们算答应 我现在用导客的 人力要捕捉 聚强或者加班 技巧又改革 一小又改革 技巧又翻语 技巧又翻语 今宵要改革 今宵要參與 今宵要參與 你們看到 其實是非常的暗面子 我們馬上就請自己的 今宵援擊掌 這麼加獎勵拿下來 但是相信現場的今宵援 也是非常不爽的 今天加班的 明明是現在的今宵 爭取警察人力共死的誠意 為什麼他要叫我們站出來呢 這件事我們就是追究到底 大家最重要還有一個口號 人力要補足 人力要補足 最強獲得待班 最強獲得待 今宵要改革 今宵要改革 今宵要參與 �桐裡財気 財餵 非常禍 你 好 今宵這個 是 死 矮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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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